1988年港姐競選 嚴押三千佳麗的李嘉欣是當時的大業門 當時外界紛紛斷言 最上鏡小姐、港姐冠軍非李嘉欣莫屬 就連她自己也是什麼認為的 可到了宣布結果時 最上鏡小姐卻由陳淑蘭奪得 李嘉欣強顏歡笑的樣子進顯尷尬 這個結果讓李嘉欣備受打擊 返回後台她大哭不止 甚至失控到抱憾要退賽 和李嘉欣不同的是 陳淑蘭是個十足的戀愛腦 與方忠信相戀三年 最終鬧得狼狽收場 和夫相李承武再一起十二年 才知道對方早已有家室 落得個豪門猛碎的結果 如今陳淑蘭身邊的好友一個個都有了家室 她仍是孤零零一個人 有人說陳淑蘭被自己的戀愛腦毀了 但是更令她感到窄心的 是母親對她生氣的隱瞞 2022年 陳淑蘭的母親未留之際把她叫到床前 說出了她的真實生氣 被自己的母親騙了一輩子 陳淑蘭如何面對接下來的人生 現在的她又過得怎樣了 1988年港姐競選 香港赴泰門一個個坐立不安 因為出了過李嘉欣 那一年李嘉欣未得不可方物 一眾皆例被她碾壓得暗然失色 還未到決賽 就成了討論的大熱門 最上鏡小姐非李嘉欣莫屬 可結果她卻輸給了陳淑蘭 雖然李嘉欣的精緻美讓人心動 但陳淑蘭明艷大氣的美 更讓人覺得心曠神異 那一夜她擊敗了李嘉欣 奪得最上鏡小姐 多年後回憶往式 李嘉欣仍不能釋懷 一回到後台 我眼淚就止不住地流 回到家後 我跟媽媽說要退賽 書給陳淑蘭 李嘉欣一點都不冤 和張曼玉合照 仍仍一笑 美得名艷動人 連張曼玉都表示服氣 稱她身材很好 美得大方 朱元玉潤 明謀好似 這兩個詞語 似乎為她量身定造一樣 即使和葉玉興 黃祖賢這樣的大美人 暫在一起 也絲毫不樂下風 可視在港者競選力壓李嘉欣的陳淑蘭 並沒有再接下來的日子女 迎來戴紅戴紙 在李嘉欣帶受神顏的時 本可以靠顏值吃飯的陳淑蘭 開始演戲劇辦醜角 當然是有原因的 出道之初母親就警告她不能走性感路線 否則就斷絕關係 還有一個原因是怕男朋友介意 當時陳淑蘭正在黃大維的同學拍拖 因為怕男友誤會她拒絕了不少的戲弱 比如1992年的加油喜事 1991年 黃八明邀請陳淑蘭出演加油喜事 需要她在電影裡大受身材 陳淑蘭一開始是她絕的 要我賣弄身材 我寧願裝醜裝癲 黃八明和導演也作出了讓步 於是陳淑蘭智慧形象 在電影裡扮演一位第三者 出場依舊是名艷洞人 一舉一動療人心弦 以第三者的身份勾佔在巢 趕走了正室 登堂入室後開始被全家針對 從一開始的子高氣昂 都被折磨得瘋瘋癲癲 長得好漢但不是花瓶 家務一點都沒落下 拖地、通廁所什麼都乾 有時候還要吸公公婆婆剃腳毛 做到這個地步仍得不到應可 最後徹底發瘋 爬上卓子大罵 你們全家都是瘋子 沒有走性感路線 也沒能留住愛情 男友要出過留學 兩人還是分手了 不過在這之後 陳淑蘭卻是在瘋癲美人的路上 越走越遠了 不僅是拍戲 她的瘋癲在感情上 體現得更加明顯 在愛情這件事上 陳淑蘭有多瘋癲 陳淑蘭以黎明的粉絲自居 偶像要到國外拍新專輯 她主動跑去客串MV女主角 拍完MV還不肯走 黎明要再國外登台 陳淑蘭屁癲癲地跟了一路 久而久之兩人鑽起了飛聞 當時黎明的人氣如一中天 最不決的就是飛聞對象 陳淑蘭之後 李嘉欣也出現在了黎明新專輯的MV中 兩人可謂使俠路相逢 可不止她陳淑蘭一個 比如黃祖賢 周海薇 周慧敏等 哪一個不必她名氣大 至始至終 黎明壓根就沒有把她放在心上 無論飛聞轉得多莫例外 黎明都沒有明確的表態 後來陳淑蘭父親去世 傷心時刻也沒有一個依靠的肩膀 畫筒遞到了黎明的金錢 問她什麼都不去安慰一下 這時陳淑蘭暫出來表示 其實一直都是自己單戀黎明 還讓大家不要亂猜測 鬧來鬧去 原來只是陳淑蘭的一廂情願 不少黎明的歌迷粉絲大罵她顛婆 傷心思秋 方忠信的出現吸了她一絲溫亂 1992年 陳淑蘭和方忠信 因為一部電影互相看對了眼 拍攝結束後她們的感情 也從戲裡延伸到了戲外 在一起沒多久 陳淑蘭和方忠信就過去了同居生活 可惜 這段感情即維持了四年 分手的原因說是性格不合 四年呈斷後 方忠信很快和另一位港姐莫可恩走到了一起 這令陳淑蘭如梗再後 有一天上街 前任與現任在大街上合路相逢 兩人相見份外眼紅 陳淑蘭先發誓人 飛身撲上去 周住莫可恩出手就是幾巴掌 完了之後 還年替帶打 多年後接受採訪 主持人問她是否打過莫可恩一巴掌 陳淑蘭肯坦述 是有打過 不是一巴掌 人家問她打人的原因 提出的答案令人無語 陳淑蘭說因為哪個男人騙我 我恨哪個男人 不少網友深感離譜 吐吵到 帶者 你恨哪個男人 你去打男的呀 比者更離譜的 還在後頭 成段方忠信之後 陳淑蘭和一位叫奇文傑的漫畫家 走到了一起 應該有不少人知道 香港有位漫畫教父叫王玉朗 來自爭視她的舊愛 而這個奇文傑是王玉朗的大弟子 司徒兩都是拋扭高手 陳淑蘭被這個漫畫家迷得神魂顛倒 為了能和奇文傑有畫遼惡寶漫畫之色 每逢奇文傑生日 陳淑蘭都會跑斷腿四處求畫 可悲眉三年 最後也是分手收場 理由還是性格不合 這兩人的故事 並沒有因為分手而結束 分手之後 陳淑蘭還想和對方做朋友 怕奇文傑一個人太孤單 他竟然給對方介紹了新旅遊 每逢節日還會一起坐下來吃飯 三個人還能打破黑鬥地主 有人羨慕有人恨 反正陳淑蘭是將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至今 他才不管別人是怎麼看的 風說 這對於他來說不算什麼 還有比這更風的 呈斷奇文傑之後 陳淑蘭很快交了個新男友 據說對方是一位工程師 年齡被他笑了幾歲 是個年輕有衛的小鮮肉 年輕有衛但是沒有錢 紮一看似乎不太登對 但幸好 這次陳淑蘭是強勢的一方 向來在感情中悲微的他抬起頭了 2005年 陳冠希位於汪仔的時裝店開週年派對 陳淑蘭開車帶上小男友去參加 凌晨3點左右散場 不知道是不是喝多了兩杯 陳淑蘭將車開上了路旁的花草 陳淑蘭和小男友爬出了車外 只見兩人雙隔泛紅 警方之下陳淑蘭叮足男友 等下警員到場 你署車是你開的 沒爭想這一幕被路過的記者 清清楚楚地拍了下來 陳淑蘭頓時花蓉失色 歹求記者就當沐漢見幫幫忙 陳淑蘭當時並沒有報警 還和男友打車去和羅湾吃了個宵夜壓壓驚 事發過去多日後 陳淑蘭裁頭按自首 接受訪問時 他還特地強調 自己並不是真的要逃逸 叫男朋友頂包指示說出了心聲 指示當時怕麻煩裁會那樣的想法 這禍發生後 陳淑蘭也和這位交往了兩三年的小男友分手了 你由仍是性格不合 性格合不合不知道 但是人家跟你談戀愛 你卻讓人給你頂包 誰見了不跑 2006年 陳淑蘭傳出了新戀情 對方又富又貴 還給他少了三歲 陳淑蘭的這位新歡 可帶有來頭 是香港富商利成武 再者女插一嘴 與李成武展開戀情前陳淑蘭 曾把名字改成陳道賢 後來又改回來了 此事者李成武試過花花大笑 有錢還長得不算醜 以性緣怎麽會差呢 陳淑蘭與這位花心大笑鑽戀情時 她同時還與亞視小花吳亭恩 以及港者張玉山打得火熱 在名利欲望面前誰也不敢言愛 或許癲龍搗風過後各自傷亡於紅塵 李成武身邊的女人來了又去 唯有陳淑蘭撐到了最後算贏了嗎 也不算贏 因為李成武從來沒有承認過她的身份 雖然也沒有否認 偶爾兩人在大街上被人拍到 李成武也不善不備 僅此以讓陳淑蘭感到滿足 時間的流勢並沒有吹熟愛情果實 到時吹出了陳淑蘭的眼過敏 為了維持著這段感情 她開始頻繁往自己的臉蛋上科技 橫差點掩捨喪命 兩人的關係分分合合維持了12年 始終等不來觀宣 陳淑蘭過生日此事為了宣誓主權 她到李成武名下酒店帶擺宴席 被問及是否好事將近 陳淑蘭扮起了謎語人 不多說啦 報入到哪個階段 你們都看到啦 事實卻是 當日並未見南方的蹤影 一年之後 李成武被捕出以為人父 新娘不是陳淑蘭 12年青春父知東流 陳淑蘭的豪門夢睡 但多了一輛藍色跑車 也算是窩利婆風 夢醒了把更多心思放在親情上 老母親微留之際 報出了她的真實身世 被自己的戀愛腦 左右了這麼多年 直到年過半巴 陳淑蘭才發現 原來最愛她的人就在身邊 總了她一輩子的母親已滿臉皺摺 當她豪門夢醒時 卻被告知 自己並非母親所生 2022年 母親把陳淑蘭叫到床前 說出了她的真實身世 陳淑蘭三個月左右帶的時候 被自己親父母遺棄了 母親於是把她抱了回家 這件事全家人都知道 為到陳淑蘭不知 一家人忘了她五十多年 母親從小就警告她的哥哥姐姐們 小妹的身世 誰也不准說出去 不然就斷絕關係 雖然不是自己懷胎十月所生 但母親還是把她當親生女兒對待 愛情的坎坷以及自己的身世 吸了陳淑蘭肯大的打擊 今年陳淑蘭就要報入五十五歲了 營救是孤身一人的她 對愛情不再強求 她把更多的心思 用在提升自身上 輾轉成都 上海等各地學習 在過去的一年裡 她還開始嘗試寫作 再十次想開始了自己的專欄 被自己的戀愛腦燈了半生 自己的身世被母親門了一輩子 何處是歸宿 於她而言或許都不從要了 過好當下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只要放下了便是自由的 好了今見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